马上就要圣诞节了 为了能够让民众感受到圣诞的欢乐气氛 台中市又顺开发建设公司 特别在台中市软体园区 S1智慧中心广场 举办一场圣诞老公公 梦想工方启用一室 还赞助台中市身心障碍者福利关怀协会 附设微笑天使烘焙方 负责企划执行的洪德国际公司 还特别安排一百多位民众 现场制作姜饼仁饼干 场面相当温馨热闹 小朋友他们其实基本上只要带他们出门 然后像他们现在这样看到姜饼仁 然后圣诞节的活动他们都非常的开心 其实这次我们设计的一个主题 它是我们这次的故事性是说 圣诞老公公来到这里 然后发现S1智慧中心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那汇聚了不只是智慧人才技术 还有包括这里有很多的爱心关怀跟希望 又顺开发建设公司总经理蔡正贤表示 这个圣诞主题装置艺术分为三个区块 时空门是圣诞老公公的秘密通道 门公方是姜饼仁的神秘工厂 姜饼屋方便圣诞老公公外出送礼物 民众不仅可以在这里跟圣诞老公公一起同乐 还可以爬上姜饼屋的烟囱 跟着迷路、雪人以及各式各样的圣诞礼物 跟装置艺术合照 让大家一起感受到圣诞节轻松欢乐的气氛 这一次因为在这个睡末 我想就透过社团法人微笑基金会的一个工坊 烘焙工坊这样的一个活动 抛砖引力就是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一些孩童 在今天圣诞梦想工坊的活动当中 主办单位还推出S1圣诞礼盒 希望大家能够发挥爱心、踊跃购买 所有的意卖所得都将作为公益慈善基金 帮助这些可爱的小天使 让我们周遭的社会更加温暖 爱心散播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记者陈文旭、肖又金台中报导 感谢观看